朋友们好 日本本田和美国通用 今天正式开始在密西根州布朗斯敦 商业化量产氢燃料电池 这种已经开发了数十年的完全零排放技术 终于姗姗来迟 正式进入了市场 标志着一个历史性时刻的到来 然而这个历史性时刻 却很可能是它死刑判决的开始 氢燃料电池并不是很多人想象中的 燃烧氢推动内燃机工作 而是把氢气和氧气的化学能 直接转化成电能 刚好和电解水的反应相反 具体来说 氢气在氧级被催化剂催化 制止穿过交换膜到达阴极 电子则经外部电路到达阴极 从而产生可用于驱动汽车的电流 之后制止和电子在阴极重新结合成水 只要氧级有氢供应 电池就能持续发电 而且这种电池也不产生任何污染物 最令人惊叹的是 它的能量转换效率可以达到60%到80% 是传统内燃机的2到3倍 所以被认为是完美的零排放能源 日本本田和美国通用 2017年合资8500万美元 成立了燃料电池系统制造公司FCSM 并启动了占地6500平方米的高科技工厂建设 在完全捷径的封闭环境中 用机器人生产氢燃料电池 整个工厂只有80名员工 FCSM的氢燃料电池 由307个单独的单元垂直排列组成 每个单元都有几部分组成 生产步骤大概是这样的 第一步是制作电极 先把两种不同的液体涂在碳纤维纸上 加热干燥后形成阴阳极材料 然后精确切割成设计形状 粘合在一起形成联合电极组件 成为黑色的阴极片和阳极片 只是阴极片是光滑的 阳极片是哑光的 第二步是制作双极板 这是一张薄薄的纸 上面有特定的通道 可以让氢气和氧气通过 FCSM对这种材料严格保密 没有透露厚度和成分 第三步是组装电池 之后机器人将双极板和电极 粘合在一起 形成一个电池单元 重复这个过程306次后 所有电池单元就被紧紧的 堆叠在一个盒子里 然后再用超过一英里的密封剂 至此一个完整的氢燃料电池 就从生产线上生产出来了 根据FCSM的说法 这种氢燃料电池的功率是250千瓦 将由本田和通用 应用到不同的产品上 本田可能将它用在 欧亥俄州生产的 氢燃料电动汽车CRV上 由于这种电池比上一代更轻更小 输出功率更大 成本还降低了三分之一 预计将大幅提高车辆的性能 通用则可能先将它用在卡车 损移车 牵引车 甚至矿用卡车上 因为这种燃料电池功率大 可快速加油 非常适用于重型车辆 预计两个电池就可以驱动一辆卡车 甚至可以用20个来驱动一辆 320吨的矿用自卸卡车 看到这里 你是不是觉得 氢燃料电池前途一片大豪 分分钟就要取代锂粒子电池 在电动汽车的领域功成略地了 如此强大的功率 加油又这么快 还有什么能阻挡它 吹枯拉朽的攻势呢 然而氢燃料电池的前景 却一片朦胧 没有人能看清方向 因为本田和通用制造的氢燃料电池 仍然需要昂贵的钵和碳纤维 成本非常的高昂 我没有找到这方面的准确资料 但想来可能是 负碾压锂离子电池的 不然早就应该应用到乘用车上了 另外就是现在氢气的生产 仍然以灰氢 也就是化石燃料 煤炭石油天然气生产为主 会产生大量的二氧化碳 完全不能说是清洁能源 而其他所谓清洁技术 自取的氢气 仍然成本高昂 难以形成规模化的生产 然后就是加氢站现在极少 还有储氢上的困难 以制约了氢燃料电池 在电动汽车上的应用 而锂离子电池现在正是如日中天 并且固态电池已呼之欲出 续航里程和充电时间 都可能提高到一个新的台阶 如果完全解决了快速充电问题 氢燃料电池在乘用车上的应用 可能就完全不存在了 所以本天和通用2017年的投资 现在是硬着头皮在量产吗 根据他们的计划 到2025年每年要生产2000个电池 2030年是6万个 之后扩展到数十万个 氢虽然是这个宇宙中最多的物质 但在地球上可能还真的没有它的用武之地 难怪马斯克多次批评说 氢燃料电池就是垃圾电池 愚蠢的令人难以自信 你同意这个观点吗 其实我归结电动汽车的缺点 最大最关键最根本的就是一个充电时间 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了 估计未来几十年就没有什么能取代电动汽车了 毕竟任何能量转换都没有电电转换来的方便 其实我还有个办法 本天和通用也没必要神神秘秘 遮遮掩掩了 这个技术有可能还没有出事就被淘汰 为什么不完全公开让大家都去生产呢 只要生产的人多了 使用量上去了 就可能占据越来越大的份额 那时候再不断提升 或许还可以与离离子电池一战 互联网软件都可以开源 硬件生产为什么不开源呢 微软鼓励盗版就是最经典的例子 不然那还有它现在的操作系统垄断 比方正硬的 比方正硬的 还有最后一张带一直在 比方正硬的